请教老师一个问题是 您怎么看这波疫情对经济的影响 那您觉得这时间点会鼓励学生们去创业吗 问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 大家除了担心自己的健康以外 大概另外一个最担心的就是对经济的影响 很显然它这个跟上一次2008年 那主要是冲击在美国跟欧洲的一些影响 亚洲其实冲击还没那么大 可是这一波的影响是全球性的 所以很显然我想这个impact会比以前大很多 不过对于我想你想问的是 对年轻人那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 大概是你最关心的 因为最近很多要毕业的学生都在问我说 那这下子要怎么办 会不会出去就没有工作 那事实上假如你的目标去找工作的 就是很不幸 我想这一波出去可能找工作 会有很大的困难 不过反而是对于想创业的人 反而是一个好消息 为什么 因为你是在创造一个就业机会 所以在这种机会 在这种时候 你会发现说 虽然其他都静下来 那因为你创业其实需要资金 也不需要非常大 那对各公司它因为的impact非常大 因为它需要有实际的营收 不然它股票没办法维持那个股价 可是对你新创的人 你本来就还没有在卖东西 或是卖很少的东西 所以事实上有卖没卖也没有关系 刚好是一个时间来开发 来发展你的idea想法 是一个最好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以前在创业的时候 也都刚好在那个recession 就是那种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反而你安静的在那边坐非常好 你可以很容易雇用到人 因为很多好的人才 就从到公司退下来 你刚好可以坐 所以我说这个刚好是一个 弯道超车的一个机会 因为人生有很少的一些这种机会 你可以超越别人 可是弯道超车 它就是其实蛮危险的 所以那时候能不能胜出 就看你够不够冷静 能不能还持续很熬固的 掌控那个方向盘 有人因为紧张他就翻车了 那你假如能够做得好 你那时候可能就大幅的 比人家超前很多 那这怎么叫弯道超车呢 因为其实你看到这次的武汉疫情 它其实也展现了很多可能的机会 那我评说这个用远距离视讯 哇 这次会长行 还有一些像快筛或是这个疫苗 我想大家都在讨论这个问题 你假如能够发展出来 哇 你一定是转翻了 所以其实在这种挑战 这种一种大震荡的时代 虽然就有些可能会被淘汰 可是它也会显露很多一些机会 这些刚好是年轻人最好的机会 怎么讲呢 因为大公司大车要转方向 或大轮车要转方向 需要时间它没办法那么快 对年轻人你一点包袱都没有 这刚好你就可以去抓住这些机会 当然唯一的对年轻人就是经验还不够 所以一定要在这时候 有一个团队才能够去抓到这个机会 所以事实上假如说有远见的 有勇气的年轻人 我非常鼓励 这是在这时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无岸会员是一个弯道超车的一个绝佳机会 我希望大家用正面的态度来看这个机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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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